这边来看一下MRC对阵狼队的第一局的下半场 这把MRC这手囚徒其实有点算黑科技了 因为囚徒这个点他好抓 这囚徒一被抓针对这个囚徒打宠爱就是宝平真是 当然因为囚徒再加上幸运 而是不是有在考虑一些什么搭配 因为MRC他们是特别会去选择一些比较新奇的打法 这把的话先看 第一个点没有去管囚徒 而是进点来找这边小迪老师的幸运 小迪老师开出了一个户币 单户币幸运吃一刀开车吗 飞轮CD30秒 这个幸运想要牵制呢 其实牵制不了特别久 但是能利用这个车去拉一波点也是可以的 就利用这个车拉一波点 然后我们看看队友这边 好像也给不了任何辅助吧 这把有一说一 小迪老师真的只能靠自己 靠着自己手上面剩下的飞轮和护币来做一波 飞轮5秒钟 这个护币先拖出飞轮 护币跳 好的 这个护币很极限 剩下 往下滑 飞轮没能交出来 他这边应该是没有准备交飞轮 因为飞轮在这个点交了 说实话该倒也得倒 没有能必出闪现一分钟的一个倒地时间 对于MRC来讲 现在其实已经可以考虑如何来保平了 这把的话 因为有囚徒在外面 我们来看看待会儿囚徒的一个作用 远程连线补击 能不能把这个机子 好像也补不完啊 就这个节奏点上面 宠爱如果说能顶到这个 肖肖的佣兵 追一个双倒 一面就很大了 看这边要不要交闪 我就说 这个闪现交出来以后 好 穷者这边全面被动 因为这个佣兵就算过去就杀这个信源 信源也过半 同时 这个佣兵还有可能要吃双倒 看一下 追不追佣兵 宠爱并不贪啊 小迪老师一边交出飞轮 翻过来倒地 佣兵这边是半血一个护臂 外面的密码机总量加起来 不到三台 怎么打哦 从结果上来看 这个阵容好像并没有 并没有打出MRC想要的样子 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别的一些战略思路的打法 就是为了这个比赛 可能BOE专门为女鬼针对了 定制了这样一套阵容 但从结果上来看 并没有能打出这套阵容该有的样子 甚至在防守端 我觉得在救人这个环节上面 吃到的是一个大亏 宠爱这边果断闪现出去逼你救 虽然说没有能打出双倒 但是也够了 他不亏啊 不亏 现在MRC想要来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中间得有一波 非常 没看到 看到了 吃一刀 这边的话是囚徒吃刀开车 他先坐着 等你上来 总量加起来也就三台半 留给MRC的时间不多了 他想要牵制 插 奶奶还可以啊 这波滑梯滑下来 来得及吗 交个电 进板子 不下这块板 给你拖 因为这块板子下了以后呢 差不多就得 这 奶奶 奶奶 还差 一 还差70%的总量 但是外面的机子分三台 考虑上 因为囚徒的电是没有了吗 考虑上这边跑机子的一个时间 再加上囚徒没有博命 似乎还是有点不够啊 傭兵把机子修掉以后过来补 你还得 你还得补掉两台91%的遗产 这里分家好像并没有打算卡半救 要卡死救 卡死救 救下来囚徒这边能续出一个电吗 这边宠爱再顶过来 过来看一手 反正过半了 对吧 顶过来看一手 踹失常 这个失常是一个保三的失常 这一脚失常踹下来的话 求生者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打一个三人开门战了 这一脚踹的有点狠啊 等于说这一脚是把求生者的脊两骨都踹断了 要想翻盘 除非奶奶这边神级千 只 电没交出来 四杀都有可能 因为以现在求生者他们的一个状态到一个就是四杀 他们得外面那个人先把外面的机子修完 然后再补一台新机子才能够去打一个两人开门战 才能去打一个两人开门战 一个抽刀没能打中 佣兵的话手里面只剩一个护币 死追佣兵 死追佣兵 因为遗产机就在这边 所以说穷者这边的话还差一台新机子 外面飞行家开始破夜 佣兵就倒遗产机附近好了 这样的话起来以后可以直接修45%的机子 半血的飞行家 虽然说我这边底牌已经切失常了 但是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这失常待会还能再踹一脚 四杀了 哇 这把 有点像今天朱雀打击技的那一把 就穷者拿了一套偏脆的阵容 然后上来的话 信誉而没扛住 信誉而没扛住 然后被这边监管者滚取血球来以后 打出了一个 就没什么机会的一个局 这脚市场踹的好 这脚市场当时 踹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想玩了 MRC走远了 再踹一脚 哎呦 牵到中间去了 并换 阿伯伯飞加这边教自己 挂哨妈 哎 讲道理呢 这个其实是不用挂的 这个挂属于是什么呢 自信 毕竟傭兵这个屁股比较铁 拖的时间也比较久 然后呢 我这边能够确认飞加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一手回溯过来拦住 好的 那恭喜狼队上来是拿下了一个五分啊 这个其实我之前给大家讲了 狼队 其实越打到后面 我觉得在宠爱的角色池上面就越占优 MRC要想赢狼队 其实BOE是要打出一个大优 大分差才行的 就会打出一个大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